美伦溪二级海岸保护区范围从美伦溪下游段自中正桥起到曙光桥出海口沙滩后往南至北平公园址 建设处表示保护区保护标的是台湾湖湖附屑的7地环境 公厅会上也会与当地居民以及民意代表进行意见的交换 6号下午在花莲市民生社区召开了第二次公厅会后 并且将依法公告实施依据海岸管理法第34条 二级海岸保护区海岸保护计划所订定的相关规定进行保护 最主要我们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台湾湖湖 它是属于一级的保护类动物 那因为在这个地方很难得花莲全台湾省大概目前大概有200只左右 那花莲大概就占了50只 所以很难能可贵在这个地方 那为了我们想要保护这个台湾湖湖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划设为美伦溪的二级保护区 那我们这一次的公告时间是从110年的12月16到1月16号30天 那这个公开展览的期间 我们有召开了两次公厅会 那第一次是在北冰国小 那第二次是在民生礼的活动中心 受委托执行生态调查的单位也表示 美伦溪二级保护区在两年前就开始进行生态环境的调查 并且观察到台湾湖湖附屑在美伦溪的棲地 而受到保护的物种进行繁衍 也表示着7地受到完善的保护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经过生态调查 是发现刚才有提到的这个台湾湖湖 它是属于一级保育类的这个国家兵围野生动物 它曾就是在过去的研究中期 是认为它甚至是野外病临绝种的一个生物的一个很危机的状况 调出来结果的话 陆屑的生态资源就是很丰富的 它有常见的种类可以有8种左右 然后到在历史的记录上面可以最多有到20种 那今年有大概12种是它的高峰这样子 那台湾湖湖的话则是固定都会稳定出现在这一区做觅食 然后在去年有观察到有带拇指队的这个状况 这边就是提供它在觅食生活栖息的一个 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那针对它这边常常利用的这个空间 我们去做包含了漆地的营造 漆地的改善还有志工的经营 生态调查监测等等的这些事情 希望它可以结合以生态为出发点 去带动周围的各种发展还有民生利用 多位议员以及民意代表也到场了解 美轮溪二级海岸保护区的公厅会 并且乐见在淡海水交界处 可以维持特殊物种繁衍生息的生态环境 环境的保护推广到各个学校 让孩子们不受限制的观赏 与了解生态教育的意义 让更多人能够享受花莲市的生态之美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